正巧此时葛茂园出来看到了房顶上的八卦风筝 他对马莲又开始破口大骂 你这个白家娘们儿啊 我刚告诉你八卦不能落在房顶上 你偏给我落在房顶上你呀 你这个白 你我滚 滚 马莲吓得给公公跪下认错 但是葛茂园里都不理他就回屋了 这一幕正好被刚刚回来的金索看到 金索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和他爹说起来马莲这些年也不容易 他对这个家任劳任怨 八卦落到房顶上不吉利 可以载几只鸡驱鞋 不至于发那么大货把马莲赶走 他还问了他爹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 如果换成巧姑 或换成早花 嗯 你能吗 中秋节要到了 戏却跟铁索说想到他们家过失误 铁索有些为难 他跟他爹说了以后 葛茂园果然不同意 两人还没走到院里 就听到一阵笑声 原来是喜鹊已经过来了 他还给葛茂园提来一包月饼 葛茂园看人已经来了 也就没再说什么 葛茂园到早花屋里 说起他二嫂想要那台黑白电视机 他想问问早花有什么想法没有 行 别 我们不要 葛茂园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拿出一个手券 里面包着50块钱 他让早花给他娘拿去 早花死活不要 葛茂园就给他扔在了炕上 恰巧此时巧姑进来了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炕上的手券 等公公走后 巧姑假装坐在炕上 这傻呀 早花解释说 这是咱爹给我娘的 自己不想要 但是老人不干 他这样说 也是不想让巧姑咬队 巧姑大气地说 别给你 你去拿着呗 你娘挂夫扯夜 金锁把电视机抱到了巧姑屋里 这个是飞镜又找到大嫂 把刚才的事跟他说了 那连是一个通情达理 没心没肺的人 他让巧姑别往心里去 早花他娘一个人也不容易 巧姑咬牙切齿地说 我自属丑牛 烟狐卯兔都不属 专属的疯子 谁招我 谁惹我 那我就遮谁 看大嫂一点也没有争的意思 巧姑气得不行 你啥事都不争 晚上一大家在一起吃饭 葛茂园给两个孙女发红包 一人五块 巧姑家的姑娘拿出钱数着玩 巧姑让她赶紧收起来 还话里有话说给公公听 东锁夹起一块鸡肉往嘴里塞 突然感觉不对劲 咳咳咳咳咳咳